你怎么看王胜衣跟杨子的这个事 我就不讲我的看法了吧 我今天想跟你讲一个 我的一个男性朋友他的看法 这个男的身家呢 几个小目标 创一代 也是做实业的 你们看节目的时候 杨子不是说了好多次 王胜衣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王胜衣小屁孩 没文化 很多人都会觉得 杨子是在贬低打压王胜衣 因为王胜衣毕竟是个大明星 比我们普通人见过 经历过的多了多对吧 而且黄胜衣的原生家庭也就是高知 他自己的教育背景也很好 怎么可能幼稚没文化呢 这是常理所推的 可是这个男性朋友 他说 杨子只是在实话实说 因为在他们这种男人的眼光里面 黄胜衣看问题 没有什么长远思维 也没有什么判断力 他不知道谁是他真正的贵人 谁对他的人生带来的长远的 能让他有更大的利益的这些事情 他不知道不清楚 而杨子是做生意的 谁能怎么用 谁能给他带来利益 什么关系需要长久的去维护 哪怕自己吃亏都得维护好 这是基本的一种能力 或者我们把它叫生存能力 在这方面 他是非常老道的 加上他是做实业的 这是真的需要一些本事的 所以从杨子的角度看 黄嘛 其实就是靠运气起来的明星 就是明星 没有什么实力和老子 但是呢 漂亮 单纯 自己也喜欢 好掌控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黄声音听话 他能投钱 黄有流量 这就是很好的生意 如果黄愿意配合的话 就是很好的投资 大家能双赢 所以他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杨就是在高位的 而且和黄差距非常大 那至于说学历高 只能说明你学习好 可是在男人的眼中 你没有什么人身智慧 你也没有赚钱的能力 所以你说他们两个人 有没有爱情 肯定是有的 但是从这个男性的角度考虑 他还是以他为中心的这个家庭 后代的一个长远的 如何的发展 这个事业怎么发展的更大 作为长远发展的考虑 而对于黄呢 只看爱啊 理解啊 陪伴啊 所以这对杨子来说 就是幼稚 就是没文化 我当时其实跟这个男性 在讨论的时候就问他了 我说可是黄生意 自己本身也是挺厉害的嘛 一个大红大紫 可是为了杨子最红的时候 基本上退下来了 结婚生子 还陪着杨子去演一些剧 杨子也蹭上了黄的名气和流量 黄对杨子付出也是很多的 也配合了很多 那杨子怎么能当着人家面 这么说他呢 我这个朋友说 你说黄吧 当然是具备独立的能力 但是他也知道 他再怎么演戏 可能也达不到杨子能 给他提供的生活水平 可是对于杨来说 既然你想依附于我 你就是得听我的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在他们的眼中啊 我们千万今天要记好了 你要从男性的思维当中 去了解和理解 所以他认为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我这个朋友就说 像我们这种有钱男人 只是有钱 我们绝对不傻 你要知道 我们绝对比你们的认知高了很多 他说我知道 你们当明星的 并不是因为你多热爱演艺事业 你可能只是通过这个途径 接触认识我们这种人而已 所以杨蹭黄的流量 这不存在的 他们算是利益共同体 那再说了 杨也愿意给他资源给他钱 那黄获得更大的名气 这本来就是一种投资 双赢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这种生意人眼里 一切真的就是生意 这才是两个人 能最最稳定的感情基础 就是生意 利益是感情基础 什么爱啊 理解啊 这些都没有那么可靠 那些虚的东西 面包是最实际的 杨子不是说 最怕失去钱吗 很多人就想听 你最怕失去我 他说你知道吗 女人这种想法太扯了 我要是没钱 你绝对第一个跑 可是黄对于人性的认知 其实是到不了这一层的 这可能是在男人层面 看他又是幼稚的一面 你看他得依附于杨子 可现在又不愿意配合杨赚钱了 那杨肯定不爽的 你说我让你帮我站台 你也不想站 那人家谁谁谁老婆 看码有多少个对吗 都是为了支持老公事业 特别卖力配合 你看大家去 什么什么泰 直播间带货 是不是 然后还有很多夫妻 共同在那 吆喝着赚钱的 都是共同赚钱的 你有什么不可以 直播又不丢脸 咱俩是夫妻 就是要一起赚钱的 结果你呢 你不情不悦 直播你还迟到 我在这想方设法赚钱了 我在这 对吧 跟随时代潮流了 你在干嘛呢 你就是漂亮 睡觉 你在那保养 你就美美美 你根本没有跟我共同 在把这个利益变得更大 那当然还有啊 黄在权力上 也帮不了杨 权和钱 肯定是一体的 特别是对于 有钱男人来讲 杨是需要更大的平台 更多的资源 黄是大明星 按理来说 就是可以帮他很多 在这种方面帮他很多 但是这些 都得杨子自己去争取 黄不配合啊 出门翻白眼 挂脸 睡觉 也得睡得早 这不就是不会陪杨去应酬吗 所以你看杨子说 微信两万个人 他都要照顾到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 这些人都是他的资源和人脉 是权力的象征 可是黄去不高兴 你维持 或者维系这些 不搭理我 那这样在男人的眼中 你就是很幼稚 我这个朋友后来还是说嘛 你们社会心理学不是说嘛 男人最看重两点 一个就是事业 一个就是被认可 那女人最看重的是家庭 是说的挺对的 有钱男人觉得 女人就是只看重自己两点 一个是我有钱 一个就是 我还要持续赚钱能力 只要我有钱 就仍爱我 但对女人来说不一样 女人可能觉得 我把这个家经营好了 把孩子教育好了 然后咱们一家人 一起吃饭聊天挺好的 这就是爱 可像杨子这类的男人 就会觉得 这就是普通生活 我更看重的 还是你能不能跟我一起 这个利益捆绑在一起 维护我的核心利益 我有权 有钱 你跟着获益 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就是我给你的爱 可是黄呢 对爱的理解就是陪伴 哄着捧着 所以最后我想总结一下 我这个朋友的话就是 杨子对爱的理解和 黄生意对爱的理解 完全不一样 我没有说对错啊 你千万要理解好 就是对爱的理解 对爱的需求 对爱的表达 我们可以完全不一样 但是没有对错 所以他们两个 现在才形同末路 而对于我们普通来讲 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找的是 我们对于爱的理解 对于婚姻的需求 是一致的人 这样我们的婚姻 才能够更好的 能够相濡与目过下去 소개多谢观看 老媳ene 杨子 我觉得 这个 是 时 现在 我